海海的動盪 雖然蔡總統有替他澄清 但是 我相信大家很坚持認識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以外 更重要是耐清的本身 從以前到現在 他內心的話 後再寫幾過程講出來了 他就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他當選的風險 比任何人都高太多了 比任何人都高太多了 所以 戰爭不能有萬一 戰爭的風險一定要降到零 和平才是唯一的險象 是我常常說過一句話 我們都知道 引發戰爭的往往是 國家的領導人 不是人民 國家領導 有責任追求和平 避免戰爭的責任 所以我那時候 我這裡也講得非常清楚 我的日內 為什麼不會刺激統一問題 因為台灣的未來是 2300萬人 來決定的 所以我走的是 台灣最有利的中間路線 尤其我會對話跟交流 把風險降到最低 這就是我的態度 我的決心 這樣才不會把問題 只單方面去引戰的台獨 所以我用實力確保和平 用交流增進理解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把這個風險逐步 逐步把它降低下來 我們聯合早報 文偉忠 謝謝 想請問趙少康副總統候選人 這次的選戰 詭譎難測 我們看到侯康佩 上陣的過去一個半月來 讓國民黨空前的團結 但是在藍綠對決的情況下 白銀仍堅守一方 在這個結構下 如果沒有發生重大的議題或事件 藍營要翻盤確實不容易 那請問您對年輕與中間選民 進行自主棄保的策略投票 或集中選票來幫助藍營完成逆轉勝 您有信心嗎 可否分享您信心的來源 我信心的來源是因為 你也知道我自從被侯市長 這個邀請擔任副手以來 我到了大概六所大學 六所大學去面對面 跟大學生接受他們的挑戰 那我也上了幾個年輕人 喜歡的節目 像賀瓏樂樂秀這樣 我們看到是現在的 侯康沛他們是大動作召開了 國際記者會說明了兩岸的關係